在河南省郑州市的 永威风香亭西苑小区 有这么一道大铁门 而被铁门封割开的两拨邻居 也隔门而立 吵得是不亦乐乎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一道铁门 制造了这么大的矛盾呢 这是发生在河南郑州 永威风香亭西苑小区里的场景 铁门两边分别是小区的 公租房住户和商品房住户 是因为什么事儿 吵成这样呢 视频中的人是马女士 居住在永威风香亭 西苑小区的一号楼 整个小区一共11栋楼 马女士所在的一号楼 居住的都是公租房住户 二号楼到十一号楼 住的都是商品房住户 我们这个小区的话 是有一个正门的 就是小区的一个大门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大门 对于我们这个一号楼 公租房的业主是封闭的 一号楼业主不可以走这个门 什么 有正门不能走 那要走哪进小区呢 当我们要从小区要进来的时候 保安告诉我 你们一号楼的公租房 不能走这个门 你们要走旁边的小门 我红队楼的城市 我们要走旁边的小区 后患者是这个门 很新的一号楼 就好 真的一号楼 lasting 这个门 我们的总呈 应该跑 是 有一号楼 是 不美 这号楼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的时候我们有什么事情 比如说要去午夜 他们就说 那我们说我们走不了 然后你们可以走地下室 就是地下室是机动车 或者是电动车来回走的 那我们有正常的事情 为什么有路我们不能走 有门我们不能走 要求我们走是地下室 从那往这边走 往这边走 然后进到那边的那个小区 这都是停车的 有汽车过来了的话 那怎么办 对不对 出现危险了怎么办 谁能负责任 正在说话的是 一号楼的公租房住户王女士 她被物业通知上缴物业费 又被通知不能走正门 只能走地下室过去办理 不仅是安全问题 她觉得受到了侮辱 我给你交了物业费 我是不是应该享受那个待遇 你要收钱 我又进不去你门 我还要第三下室的 我从地下室过去去给你交 凭什么呢 工作房住户的不满情绪 愈演愈烈 商品房的绿化 还有娱乐设施 他们这边明明交了钱 却享受不到 他们就想知道 为什么会出现一道铁门 将它们一分为二 咱们要求了这个主债项目 这个倡用了这个小王门 其实在这个经济时刻 可以还不行 是这样的 就是说那个 您在您看来的话 那个门是允许被建的是吗 对 商品房的业主说 这个门是他们自己 通过物业的同意 私自加建的 原来是商品房住户 在物业的同意下 建了这样一道铁门 工作房住户要求立刻拆除 物业却在这个时候 打起了马虎眼 我们有不是说 我们是牛圈地去 签签出 这个就是我的关键 物业的逃避态度 直接让公租房住户 和商品房住户之间 矛盾升级 双方发生激烈争讨 闭嘴 我在说话 闭嘴 你再过指指 闭嘴 请问你们是业主吗 那怎么是业主 谁跟着说 我不是这样的业主 我给你拿出 把房点都拿出来 你要把这个房站都拿出来 你要把这个房站都拿出来 不愿意 真的我们不愿意 我们不愿意让任何人 践踏我们的尊严 让别人觉得我们敌人一等 你自己挣钱被包子 被杜探面子 我们还要怎么样 被人让给你 被人让给你 我们哪有时间 被人家倾家 回来被人让我们到 这样的争吵时常发生 商品房住户 为什么要求设立 这样一道铁门呢 工作方他们一直在说 我们缴的同样的物业费 都是两块钱包屋 但是物业费 它是享受的 物业给你带来的安全包扎 关于这个小区的旅画 包括这个小区里边 这个幼儿院 这个本身有了少时 是不是 你不应该享受了 为啥要享受 他们说是因为他们买的是商品房 我们是公租房 他们掏了这个钱 我们也同样掏了这个钱 为什么他们说 他们说那是他们已经买的 你可以有啥事商量 对不对 协商 不行他们来了都是 好像真的是像那村积极的恶霸 就辱骂我们公租房业主 说我们不是业主 不配走正门 我们只能走小门 他们真是无力去门 也就相当于我拿着二等票 我非要要求这个 我要做一等票 说什么 那飞机还分什么 头等舱那个经济舱 飞机分头等舱经济舱 然后是高铁分 分的也有是吧 但是公共区域是人人都可以走 只是这个座位卖给你的 就包括房子也有 只是这个房子卖给你的 他们要把地卖给你的 地是国家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双方你来我往 谁也不让着谁 为了尽快拆除这一道铁门 公租房住户将问题 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 反映给了当地政府 当地政府经过调查 确认了这个铁门属于违建 发布了要求拆除的公告 但在节目播出前 这个铁门依然没有拆除 同一个小区既有商品房又有公租房 一个小区被一分为二 这样的现象不是个案 因为开发商要想拿地卖房 他就必须配套承接一部分的公租房 而这批公租房的保障对象 往往是这片土地上原始的业主 所以他们自然不能接受 自己被区别对待 既然人家都已经张开双臂 欢迎新的业主了 那商品房的业主 也别那么盛气凌人 另一方面 当遇到问题的时候 开发商和物业也应该一输不一赌 毕竟大家都在同一个家园生活 都希望自己的家园更加美好 更加宜居